我们作为视频创作者经常听到一句话 剪视频推荐买Mac电脑 用Mac剪视频更流畅 或者说苹果电脑更适合内容创作 我最近一直在反思这个说法 因为在我们自己用iMac作为主力机剪辑的两年时间里 我对于效率这个东西一直感知不强 也没有客观比较过Mac和Windows剪辑的流畅度 我也挺好奇的 在Mac上剪视频真的会比在Windows上更流畅 Mac到底是不是创作者的最佳选择呢? 为了验证这些留言 我从隔壁粉丝那里顺来了一台刨丝器Mac Pro 而且是一台高配版本 这个性能非常强 应该能帮助我们消除硬件瓶颈 尽可能控制变量找出问题的根源 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当我们深入探讨Mac适合剪辑的话题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是MacOS系统优化比较好呢? 比如说Metal API更牛逼 或者苹果给AMD写的显卡驱动比AMD自己写得更好呢? 所以同样的软件在Mac上会更流畅一点呢?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实验就是在Mac和Windows上使用同一个剪辑软件 看看它们会不会有什么区别吧? 我们评判剪辑性能主要是看两点 一个是预览性能 就是回放窗口 播放卡不卡 帧数高不高 拖动时间轴跟不跟手 这可以最直接反映剪辑的体验 第二个就是导出性能 咱们出片需要多久才能完成渲染编码 我们先来试试跨平台的剪辑软件 比如Adobe家的Premiere Pro 2020 我们试的是最新的14.3版本 据说是支持A卡加速的 P2这个软件是出了名的渣优化 它在Mac下会不会比Windows下更好一点呢? 为了测试 我从一位老朋友影视剧风的Tim那里嫖来了一些素材 分别是Red 5K 50帧素材 佳能C500 II 6K 50帧素材和Red 8K 50帧素材 我们直接扔进4K 50帧的项目里剪 然后套个LUT还原一下颜色 然后先来看一下这个回放的表现吧 我觉得吧 好像两边都挺卡的 哈哈 在PR的回放表现上 至少我们这个项目MacOS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回放上的优势 那么渲染导出的表现呢? 导出你就别说优势了 Mac还比Windows慢了一点 Windows下我们导出4K的这个项目比Mac下快了大概20秒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研究了一下发现PR在Windows上调用了AMD显卡的编码器 也就是所谓A卡加速起作用了 然而在Mac上同样14.3的版本却似乎没有调用显卡编码 那肯定就要卖一截了 我觉得PR这个软件显然是不存在Mac优化的 不过这个只是Premiere 就是一个Adobe全家统的软件 优化向来都是很差的 如果用达芬奇的话情况就有点微妙了 还是相同的素材 我们先来看看回放性能 感觉达芬奇的Mac版好像确实要比Windows版更流畅一点 你看尤其是佳能C500 II的这段素材 回放性能感觉是不是要好一点? 这种感受在导出测试里进一步被验证了 达芬奇在MacOS下导出性能是远强于Windows 4分钟和5分42的差距有点大的 就相当于Mac用户渲染完去撒泡尿回来 Windows用户还不一定有不好玩 那达芬奇为什么在Mac底下的表现更好呢? 我们发现主要是得益于Metal API 当我们把Mac底下的达芬奇也更换成OpenCL之后 导出一下子就慢下来了 甚至比Windows还要慢得多 所以苹果的Metal优化在有一些软件 比如这里的达芬奇里 是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 除了系统层面的优化之外 我觉得之所以会有Mac更适合剪辑这种说法呢?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苹果独占的剪辑软件 Final Cut Pro X FCP10虽然我之前不用 但是优化好这一点一直是业内闻名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看看FCP10的优化到底能够好到什么程度 先来看看回放的表现吧 我们和P2和达芬奇对比一下 卧槽 Final Cut这个预览完全不卡 哪怕8K50帧的素材 回放也很流畅 比起其他两个软件明显表现更好一点 而且不仅是回放 老初 Final Cut也比P2和达芬奇快得多 2分19秒就完成了咱们4K50帧项目的出片 甚至快于其他软件1080P的渲染速度 神优化果然名不虚传 那么为什么它能够比其他软件快那么多呢? 其实Final Cut在对于素材的处理流程上 就和其他软件有比较大的区别 FCP10有一个重要功能叫后台渲染 当你开始剪辑之后 它会把你的素材默认转成ProRes格式一共编辑 ProRes是苹果推出的一种容易处理的编码格式 它具有强大的实时编辑性能 可以充分地利用多核处理 同时它还可以保持很好的画质 它是一种理想的中间格式 那你在用Final Cut剪辑的时候 注意这个小点点 这个就是后台渲染的进度条 它会在你电脑资源闲置的时候 把剪辑的素材转换成ProRes的中间格式 这样就算是性能比较差的电脑 也可以流畅剪辑了 最后渲染出片也会快很多 其实苹果的这种玩法稍微有点耍不赖啊 因为这说的直白点就是代理剪辑 老一辈的后期都很熟悉这个了 因为以前的电脑性能不够用 所以我们剪辑之前 通常都会先手动地把素材转成代理文件 甚至降低分辨率才能流畅剪辑 苹果的后台渲染也是类似代理剪辑的思路吧 只不过这个后台渲染是任务系无声 全自动默认进行在后台静默完成的 它不需要用户操心 你素材扔进去直接剪就完事了 由于它使用电脑的闲置计算资源来转换 并且后台渲染不会谈任何提示框 再加上ProRes的画质也比较好 所以用户感觉不出在用代理 用户只会觉得这个剪起来好流畅 比其他软件用着都要流畅 这就是苹果的小聪明了 Final Cut的优化好不光在于后台渲染 它这个软件本身的优化就很好 我们哪怕关掉后台渲染 也能够在时间轴上随意拖动 还是很跟手的 不会出现任何延迟 但如果你在PR里不用代理的话 时间轴就不太好定位了 这个就比较不流畅 你看它就会慢一拍 播放也要卡一段时间 从体验上讲Final Cut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可是代价是什么呢? 天下又没有免费的午餐 Final Cut让你流畅剪辑了 你就得付出两个代价 第一个是占硬盘空间 ProRes文件非常非常占空间 比如支持10bit的ProRes 422 HQ格式 在1080p下30帧的码率就高达220Mbps 我们这段总时长2分41秒的剪辑 元素材6K、8K的分辨率总共加起来也不过55G 区区4K的ProRes文件居然可以吃掉100G的空间 可以说Final Cut就是在用硬盘空间换剪辑性能 要想享受它的流畅 你的Mac必须有一个空间大并且足够快的硬盘 第二个代价是自由度 Final Cut剪辑的时候非常好用 但你剪完打算渲染导出的时候你会有点痛苦 因为你会发现可选项非常少 只能用它提供的一些预设 Final Cut自带的导出功能甚至不允许你随便修改码率和格式 如果我想自己设置导出的码率 我就必须把项目导到另一个转码软件Compressor里 才能够自定义设置 最尴尬的是什么呢? Final Cut本体可以利用ProRes文件来加速导出 渲染的时间非常快 但是第三方的转码软件Compressor是没法利用这些ProRes中间文件的 所以导出的速度要比Final Cut直接导出慢了一大截 直出只要两分多钟Compressor需要花十分钟 这就是自定义的代价 苹果就是这样 你按它的规矩来导证你用的很舒服 但你一旦想要跳出它的限制 那你会生不如死啊 我觉得上面这些测试做完我们已经对于Mac和Windows的剪辑性能差异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了 但好像还漏了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 Mac是不支持N卡的 那如果我们用一台同级别N卡的PC来做剪辑 会不会比这台A卡的电脑更流畅呢? 我们找来了一块RTX2060 Super 这张卡的性能和W5700X接近 但是显存少了一半 只有8G 理论上应该是吃亏的一方 对吧? 但实际上我们对比一下PR中的回放表现 哇 我感觉这个N卡完胜啊 尤其是Red的素材 肉眼可见的比A卡流畅啊 我们比一下导出时间 两边同样开显卡加速的情况下 还是N卡更快一点 看来CUDA在PR中的优势是无解的 如果你剪辑用PR的话 那么Windows下加N卡似乎还是最好的选择 达芬奇的情况会和PR有点不一样 我感觉A卡和N卡的回放表现似乎差的不多 预览性能两者算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导出的表现依然差了很多 N卡出片依然要比A卡快了一大截 甚至比在Mac系统下使用Metal API还要快一点 CUDA确实挺牛逼的 但是也别高兴的太早了 W5700X在达芬奇里倒是有一个独家优势 但是减一段时间就会提示显存不足报错 8G显存对于这种大项目还是有点吃紧的 这个时候W5700X这种专业卡的16G显存就有用武之地了 所以对于达芬奇用户两种选择吧 Mac OS加大显存的N卡或者Windows加大显存的N卡都是可以的 今天的各种测试做下来说实话信息量有点大的 之所以Mac剪辑牛逼主要还是因为Final Cut牛逼 如果你在Mac上用其他剪辑软件的话 就不能保证比Windows强了 再加上Windows可以用N卡 对于不想尝试Final Cut的后期同学来说反而是Windows PC比较快 不过在性能之外倒是还有两个选择Mac的潜在理由吧 一是Mac的色彩管理相比Windows更好一点 如果你有许多调色任务的话 可能Mac会更适合你 二是对于某些软件来说Mac也许稍稳定一些 比如前几年我们在Windows下用AE和PR的时候 我可是没少看见过这个著名的弹框 Mac版从我们的经验来说报错没有那么频繁 但现在也有可能已经改善过了 Windows 2020版到现在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 希望它可以继续保持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感谢各位的陪伴 也感谢借给我们Mac Pro的同学 我们以后再见了 拜拜